大雨虽然已经不再下了 但泰国乌问府的不少社区 依旧是水乡泽国的模样 水位至少有一层楼高 慈济志工送来物资得靠船运 这次跟慈济人一起来发放的是 泰国计程车工会的司机们 当中有好几位在曼谷谋生 这一趟来不仅要牺牲自己赚钱的时间 还得自探腰包开600多公里的路 孟迪的故乡就在乌问府 当工会说要跟慈济一起到这里发放时 他立刻报名参加 在乌问府开计程车的扇财 家也被淹得很惨 前一天才从慈济志工手中接到物资 隔天就跟着大家去发放 总计两天慈济走访了乌问府 瓦林昌拉县的三个乡 为受灾的1100个家庭 送上生活物资帮助大家挺过难关 大爱新闻 黄娟 昆大 斯河拉 泰国报道